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思英国 英国王室4月9号宣布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 菲利普亲王爱丁堡公爵逝世 享年99岁 逝世时,距离她100岁的生日 仅差2个月01天 在英国,与君主结婚的女性 可以使用皇后这个头衔 但是与君主结婚的男性 却不能使用国王这个头衔 所以你可以说 她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丈夫之一 她与妻子伊丽莎白二世女王 共同度过了70多年的时光 但她的成长经历和性格 使得她不单单是一位 有名的王的男人 而对于很多英国人而言 悼念菲利普亲王 不单单是纪念她个人 也包括她与女王 共同走过的人生旅程当中 所凝聚的 属于英国人共同的岁月印记 那么站在女王身旁的 这个男人是谁 她是如何嫁给女王的 除了这段婚姻 她经历了哪一些悲欢 足以使她的人生 可以被称之为是一段传奇 而放在这个人身上的 那些标签背后 有哪些是我们误解 或者不曾知道的故事 本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这位著名的英国王室成员 丈夫 父亲 她的故事 从哪里开始 又如何结束 1921年出生时的菲利普 原本是一个标准的贵族 她的父亲 安德鲁亲王 是希腊王子 母亲爱丽丝公主 是维多利亚女王的曾僧女 作为他们的独子 菲利普生来 就是希腊与丹麦的王子 是希腊王位的 第六孙为继承人 但这个身份 并没有给她带来多少的庇佑 1922年9月 希腊一场军事政变 把刚刚输掉 对土耳其战争的国王 赶下了台 菲利普尚在强保之中 整个家族就因为战败 而被迫逃离希腊 据说当时只有18个月的她 被藏在一个 装橘子的水果盒子里面 开始了流亡生涯 此后 她的童年在多个国家辗转 几度居无定所 1930年她8岁时 母亲爱丽丝公主 因为神经衰弱 被送往了精神病中心 而她的父亲 则带着情妇 退到了法国的里维埃拉 母亲在英国的亲戚 接济抚养了年幼的菲利普 其实有着庞大贵族关系的菲利普 过得并不算穷 有知有川 并且在苏格兰的寄俗中学 接受教育 只是缺少父母的关爱 但她在之后的人生当中 回忆起来 并不觉得自己的童年不快乐 只是强调说 我只是在过我的生活而已 这或许是她的真实态度 又或者是她敏感的回避之词 中学毕业之后 菲利普的下一站 是位于达特茅斯的 不列甸尼亚皇家海军学院 这所云集了英国最优秀海军学院的学校 被称为大英帝国海军的摇篮 1939年的夏天 18岁的她 正是在这里遇到了改变自己命运的那个人 13岁的伊丽莎白公主 这一年的7月 在达特茅斯海军学院上拍摄了这张照片 揭示了这两个人 一起生活的最开始的 这一年伊丽莎白公主和她的妹妹玛格丽特 随同父母一起出访来此 而这里也是他们的父亲国王乔治六世的母校 当时才18岁的菲利普被选出来作为向导 他之所以被选出来 一方面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外表俊朗能说会导 而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按血缘来算 他其实也算是伊丽莎白和玛格丽特的表亲 而这次见面 这位落魄的希腊王子表兄 就以他优异的表现吸引了公主的目光 传说中这次见面有一个相当戏剧性的收尾 乔治六世一家登船准备驶离达特茅斯港的时候 伊丽莎白发现有一艘小艇紧紧相随 而这个奋力华奖上演十八相送的正式菲利普 据说伊丽莎白的父亲乔治六世 在甲板上骂了一句该死的笨蛋 两个人出自邂逅不久 战争的阴云再次笼罩在欧洲的上空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从海军学院毕业的菲利普 很快就投身于对抗轴心国的战争之中 很快才21岁的他 就成了英国皇家海军中最年轻的中尉之一 而在这个期间 情斗初开的未来女王 与菲利普通过书信保持联系 感情逐渐升温 她管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 轻名的叫做Lilibet 而伊丽莎白则将菲利普的照片 摆在了自己的梳妆台上 显然这是一个年轻女孩对于爱及所表现出的果断 但坚定的姿态 二战结束之后 菲利普就向伊丽莎白求婚 但这桩王子有情 公主有义的姻缘 却遭到了伊丽莎白的父亲乔治六世的反对 她觉得女儿这种不可救药的陷入初恋的状态不妙 而且作为英国的王威继承人的结婚伴侣 菲利普并不是那么的稳重跟绅士 说白了没怎么太看得上这个未来女婿 但是女儿伊丽莎白相当的坚持 1947年的7月9号 这段历时八年的恋爱长跑到了终点 26岁的菲利普海军上校 与21岁的伊丽莎白公主宣布订婚 乔治国王最终准许菲利普嫁给自己的女儿 但是有条件 按照英国王位继承法的规定 菲利普放弃了自己的希腊王位继承权跟所有的头衔 然后他入籍英国成为臣民 放弃了自己冗长的父亲姓氏 而采用母亲家族的姓氏 改名为菲利普蒙巴顿 在1947年11月20号的婚礼上 他被任命为爱丁堡公爵 而这个称呼也随着他接下来的一生广为人知 当时的首相丘吉尔形容这场婚礼 给战后灰色的英国带来了一抹色彩 据说结婚前夕 伊丽莎白的母亲当时的王后 曾经写信给自己的未来女婿 问她说 在今后的日子里 你会不会一如既往的珍惜伊丽莎白 珍惜 她在回信中写道 这个词不足以表达我的感情 对于我来说 它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真实的事情 大家学习一下 如何打动未来岳母的这个沟通话术 那对于菲利普而言 这个世界上不真实的事情又是什么呢 名誉 事业 身份 这要再说回来这段婚姻 正是因为遇见并拥有了这段婚姻 菲利普第一次有了一个稳定的家 但也正是因为这段婚姻 一个原本可以开拓自己生活的年轻人 势必要在王室这个不可撼动的体制之下 面临着如何去寻找自己在一个家 一个国家的角色定位这样的难题 那她做得好吗 2017年的8月2号 飘雨的伦敦 对英国人来说呢 这不是一个好的户外工作的日子 但是96岁的菲利普亲王呢 还是照原计划来到了白金汉宫的广场前 出席并为海军陆战队的慈善游行致辞 这是她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这一天之后呢 菲利普亲王将正式退休 结束长达65年英国王室成员的公职任务 而这一天之后 她将仅以女王丈夫的身份 陪伴在女王身边出行 在过去的65年里 她算得上是英国王室最勤奋的成员之一 根据白金汉宫的统计 迄今为止 菲利普亲王单独完成海外的访问了637次 去过170多个国家 发表演说超过5000次 赞助过800多家机构 单独执行了2219次皇室公务 这个成绩单呢 以至于她到了晚年 在出席这个开幕仪式的时候 开玩笑说 但这些勤奋的工作当中呢 新闻头条时不时总落在她那些不合时宜的玩笑或者是行为上 菲利普亲王呢 特别喜欢严于别人 而且通常是黑色幽默 比方说 她在鼓励警察工作的时候呢 对着这个全副武装 穿着防弹衣的警察说 我还以为你是个恐怖分子 还有 她遇到一个呢 自称是104岁高龄的女性 她对此呢 感到怀疑 质疑对方撒谎 对方呢 强烈抗辩 她开玩笑回忆说 听说女人总是少抱10岁 2008年 她在接见电影演员凯特·布兰切特的时候说 哎 你是在电影行业工作对吗 那你能帮我们修坏掉的DVD播放器吗 她这种刻薄的冷幽默呢 甚至连小孩都不放过 在听到一个13岁的小男孩跟她说 自己长大以后的愿望呢 是当宇航员的时候 她毫不掩饰的跟这个小孩说 哎 你太胖了 你当不了 家人也没有逃过她那张嘴 有记者问她 有没有考虑过查尔斯王子的继承问题 她反问记者 你是不是问女王会不会死 所以长期以来呢 女王定义了王室的优雅 诠释了王室的从容和体面 而菲利普亲王呢 却代表了另外一种贵族形象 她通常是在人群当中的和别人畅聊 为女王的道来铺垫气氛 或者打破僵局的那个人 她自由 无所顾忌 直率到甚至有点鲁莽跟粗鲁 在外交场合 媒体版面和民众的视线当中 留下了英国王室贵族气质的另一种助角 但这些看似轻松的玩笑和表现 也并非是天性使然 至少菲利普看似游刃有余的扮演着 女王的丈夫菲利普亲王这个角色 也是经历了一番挣扎 才摸索到这个适应之道的 说白了 她也不是一开始就甘之如意的享受这个身份 身份 对于菲利普而言 这或许是一个一直在失去 又一直在寻找的概念 出生的时候是王子 但是在动荡的失去当中 她一直在失去这个王子背后的各种定义 国籍 居住地 头衔 甚至是亲情 王是熟悉她的人 形容她的特点是缺乏安全感 直到婚姻给了她一种新的生活 经历了寿勋 封爵 以女王的丈夫这个身份 她拥有了一个家 一个新的国籍 一个新的宗教信仰 这些特殊的经历也带给她一生的考验 那就是在不断变化的生活处境中 她以什么角色和姿态生活下去 对于年轻的菲利普而言 或许她一度认为这个角色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海军军官 1947年与伊丽莎白公主结婚之后 菲利普亲王便返回了皇家海军 并且被派遣驻往马尔他 在那里伊丽莎白公主以海军军官的妻子这个身份陪伴她 两个人在那里度过了一段快乐 并就无忧无虑的时光 1950年她被提拔为海军上校 并且指挥自己的护卫舰 事业看起来蒸蒸日上 但很快这个角色被改变了 1952年 菲利普陪同伊丽莎白前往英联邦诸国进行访问 2月的一个早上 秘书迈克尔摇醒了还在肯尼亚的树屋上打盹的菲利普 告诉他国王去世了 伊丽莎白即将成为英国女王 得知这个消息后的那几秒钟 女王并没有哭 看上去像是在准备着接受自己的命运 而菲利普则是摊坐在一叠报纸旁 无法接受这一切 因为她知道这将彻底改变她的生活 从第二天开始 伊丽莎白就不再是只属于她的Lilibet 她将是整个大英联邦的女王 她的臣名当中自然也包括她 女王登基 作为丈夫的她也不得不面临诸多的改变 在公开场合 她必须向伊丽莎白鞠躬致敬 必须紧跟在女王身后的几步之外 皇家那些繁琐的规矩也被带进了家里 比方说吃饭的时候 必须要在女王之前先抵达餐厅 女王没有吃完离席之前 谁也不能提前结束晚餐离开餐桌 而最大的变化是 菲利普无法继续在海军服役 她不再是英国海军里 那个前途无量的年轻军官 由于没有王室继承权 她的职业角色将用自己的妻子来定义 最简单粗暴来看 她就只是英国女王的丈夫 或者说是未来国王的父亲 回到伦敦之后 这对夫妻从原本的家搬进了白金汉宫 不久之后 菲利普亲王得了黄胆病 当时时有说法流传出来 觉得她面临了精神压力过重和抑郁这样的问题 除了丈夫这个身份让她感到尴尬 而作为父亲 她也一度对这个角色不满 甚至是出离愤怒 安妮公主出生的时候 菲利普曾经希望这个女儿呢 可以灌自己的姓氏蒙巴顿 但女王最终在当时的首相丘吉尔的建议下呢 选择自己的温纱作为孩子的心 女王的秘书后来回忆说 菲利普在当时气得大声的抱怨 自己只是一个传宗接代的工具 我是这个国家 唯一一个不能让孩子使用自己姓氏的人 我只是一个变形虫 仅此而已 在1956年 菲利普亲王花了四个月的时间 去到遥远的英联邦国家旅行 而当时认为呢 这对年轻的夫妻 他们的婚姻亮起了红灯 为了调整这种关系 女王与亲王做出了改变 在他们两人的角色分工上 女王担任国家元首 而菲利普则出任家族首领 对内 女王在家里尽可能的依赖菲利普 让她成为一家之主 掌管家里的大小事项 包括孩子去哪上学 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教育 对外 菲利普将自己的能量 倾注在了一份叫做女王的夫君 这样一个工作上 这份工作呢 她既没有岗位 职责说明也没有KPI 只能靠你自己去探索 摸索和适应 两个人之间呢 以这样的模式 持续了几十年 2017年 女王夫妇 庆祝他们70周年的结婚纪念日 菲利普亲王在庆祝仪式上说 我的最大收获是 宽容是任何一段 美满婚姻的最核心因素 而极少谈论婚姻的女王 曾经在公开演讲当中说 这么多年 她是支撑我坚持下去的力量 他就是一个人 他并不容易承认 但他并不容易承认了我的力量 我和他的家庭 和他和很多国家 赔了他一项 比他能够承认 或我们会知道 我想 变长人间冷暖的成长经历呢 多少使得这位落魄的王子 具有一种游牧民族的性格 那就是强烈的独立性 而女王呢 自幼在远离现实世界的城堡当中长大 内向 害羞 且体贴 他们的孙子 威廉王子 曾经这样总结祖父母之间的关系 他之所以让他发笑 是因为他说过的话 做过的事 以及看待生活的方式 与他不同 而王室的一位私人秘书也曾经透露 菲利普亲王是这个世界上 唯一将女王简单的看作是另一个人的人 也只有他能做到这样 在将近9年前 90岁生日的时候 菲利普亲王在接受BBC的采访时说道 我想我已经尽了职责 现在该轮到我稍微享受一下生活了 少一些责任 少一些东奔西跑 最重要的是 我的记忆力已经不行了 已经记不住那么多的人和事 如今他也离开人世 英国王室这段有史以来最长的 长达74年的王室婚姻 终于画上了句点 支撑女王的力量消失了 以后恐怕也很能再听到一位 明明来自于王室 但是性格闪耀的老人家 说出的那些格格不入的冷笑话 英国人的悼念 更像是悼念某一个时代中 闪耀标志的市区 正如菲利普亲王自己曾经所说 每一个产品都有一个保质期 最好的方式就是在过期之前 自觉离开 就像我这样 好了 菲利普亲王的传奇人生呢 就介绍到这里 对于他的经历和性格 你有什么样的感触 欢迎在留言区 与我互动和我分享 喜欢我的视频 一定要点赞分享 订阅我的频道 支持我做更好的节目 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 你感兴趣的话题 我们一起来破解那些英式迷思 更多有趣有料的英国文化生活话题 我们下期见 拜拜